我要變成布農圖人 不是 是布農魂來了 法國人 也不然是布農圖人 台上總法法國人 一開口驚豔四方 因為他說的 竟是一口流利的台灣威 是在台語誓 說我們的話 不管是原住民 台語或手語 樣樣攔會通 他就是二零二一年 剛拿到台灣身份證的 法籍台灣人 吉雷米 吉雷米是我的法國名字 可是不好記 所以我就叫我一粒米 用諧音一粒米取名字 擔任台灣母語學導大使 來台十五年 當初姻緣際會到花蓮當志工 卻因此愛上台灣定居在這 把國語 台語 原住民語都學一遍 如今更定下目標 要在兩年內學好客家語 我感覺沒學學的技能 只有沒心去學的人 我五十年以後 台灣人可能 只能說國語跟英語 我也不敢 所以我想要學自己的力量去改變 吉雷米在法國出生 體內卻住著台灣魂 這回響應二月二十一國際母語日 在國立社教館 及各縣市公共圖書館 會有一系列母語推廣活動 除了閩南語也希望大家多多認識台灣的其他語言 包含閩東 原住民 客家語以及台灣手語 雖然國語英語是這一代強勢語言 不過教育部提醒母語段等於文化段 就從現在開始說我們的話 保存台灣最美的文化 進行吳慧生 蔡如從不到